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工作法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六个时标的 六个时标的话就这样的 就是标出来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迟开始 最迟完成 注意我的数字写的 总时差 自由时差 如果是两个时标法呢 就是这样的 最早开始 最迟开始 你看就是取了这一部分 取了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横着写了吗 就是为了移置起来 这是两个时标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六个时标法怎么做 六个时标法怎么做的话 第一个呢 你应该什么 先计算最早时间 先计算最早时间 怎么做呢 应该从接点1 顺着界限的方向 计算到接点7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第一步 第一步 我写个1吧 别写圈了 这是我们的整体思路 就先计算最早开始时间 最早时间怎么计算 从接点1 沿着界限的方向 向接点7来计算 第一步先计算什么 这里边的第一步 先计算和七十几点 一相连的A工作 和B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等于几呢 没有什么特别说明 就等于0 为什么等于0呢 因为我们先假定 七十几点就是0 就是我们就是为了 这个七十几点上是0 我们假设 如果七十几点上是0 那么我们A和B的最早开始时间 就等于0 也就是A的最早开始时间是0 词语时间是7 0加7等于7 B的最早开始时间也是0 词语时间是5 0加5等于5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再计算 其他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其他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怎么算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 找紧钱都完成 最好的表达 你别取大值 你取大值它是个数 你要是说这个找紧钱都完成 它至少是个逻辑问题 你看是不是都完成了 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C C工作有几个紧钱啊 怎么找紧钱呢 看这个节点 看2这个节点 看2这个节点上有几个键的时候 就一个键的时候 说明呢 就一个紧钱 也就是A完成 C就可以开始 完成是7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啊 7开始 那不就完了吗 那么词语时间是4 7加4等于多少 等于11 我们再看D 同样也是这样分析 D有几个紧钱呢 你看一下 看这个节点 这里有个箭头 这里有个箭头 那么这个箭头就是B是 须的接着往上看 A也是 那A第7天完成 B第5天完成 都完成是哪一天 你第5天也没干完 你第7天也没干完 都干完不就是7吗 干得慢呢 所以都干就看钱取大嘛 都干完就是7 7 词语时间是8 7加8等于15 再看E工作 E工作有几个紧钱呢 一旦是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圈 一个箭头 A 一个箭头 B 所以呢 A是7天完成 B是5天完成 都完成 是7 7加多少 词语时间是12 等于19天 等于19天 我们再看F F有几个紧钱呢 这里有一个箭头 这个6 这个节点 F在这儿 往下看 这里还有个箭头 所以有两个工作 一个是C 一个是D C是第11天完成 D呢 是第15天完成 都完成是哪一天 11的也干完 15的也干完 显然都干完 是15天 所以这里是15 15 持续时间是5 15加5等于20 我们再看G G有几个紧钱 看5这个节点 上面只有一个箭头 所以只有一个D D干完就可以开始 D什么时候干完 15 那15干完 15就可以开始 所以G的最早开始 是15 15加上6 等于多少 21 这就是我们计算的 其他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怎么算 还是那句话 早紧钱 都完成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计算 就是第二点 就是计算工期 计算工期就是F也要干完 G也要干完 E也要干完 多少天 20 21 19 就是21天 这就是得到了我们的计算工期 这就是正的算 算完了 然后我们再算最迟时间 其实以最迟完成为代表 最迟完成 最迟完成怎么算 应该从7这个节点 逆致界限的方向 那要是逆致的话 那我们怎么写呢 就是 7 是逆致界限 就是这样的 逆致界限 往这个圈 1开始算 往圈1开始算 这么逆致界限的方向算吗 减法取消 就这个道理 那怎么算呢 我们得先给你一个什么呀 计划工期 如果不给我计划工期的话 我是没法算的 所以我先给你一个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呢 也是21 同样也是两步 第一步 先计算和终点接点7 相连的工作FG1的最迟完成 的最迟完成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算这个空 这个空和这个空 给了你计划工期是21 你这个空能不能比21完 能这个空能不能比21完 你要比21完 这里还是21吗 你这里要是22 这里不就是22吗 领导就不愿意啊 所以FG1的最迟完成时间 就等于计划工期 最晚最晚就是多少 21 不能是22 22领导不愿意 就在这个地方 21-5等于16 同样这个G的也是21 21-6等于15 那么1的也是21 21-12等于9 这就是第一步 先计算FG1的最迟完成事件 就等于计划工期 这不就完了吗 然后我们再计算其他的 第二步就是其他的 其他工作的 最迟完成事件 怎么计算 先找紧后 不耽误紧后 或者叫不影响紧后的 最迟开始就可以了 那你比如说我要计算C 计算C 我要找他的紧后工作 怎么找 找他后边这个节点6 看上面的键尾有几个 就这一个键尾 也就是说这个空 你不能耽误他开始 就这个空呢 你不能耽误16 就是完了 就这么一个 你可以是15 你可以是13 就不能是17 你这里要是17 这里就是17 这里是17 这里是22 这是22 这里就是22 就不愿意 所以这里最晚最晚是几 是16 16-4等于12 再看就是D D有几个紧后 你看一下 D的紧后 这里有一个G 虚的接着往上看 这里有一个F 所以D呢 既不能耽误F的16 也不能耽误G的15 都不耽误 就G不耽误15 也不耽误16 你说选他 你要是选16的话 16不耽误16 当然16耽误15啊 你16天才完成 人家15天就要开始 那不耽误事了吗 所以呢 这里一定是选的 选的15 就是看后取巧的意思 就是都不耽误 就15不耽误15 15更不耽误16 15-8等于7 再看A A有几个紧后工作啊 你看一下 A 看接点2 有一个什么呀 见闻 虚的接着往下看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一共有三个紧后工作 C的是12 D的是7 E的是9 也有这空 G不能耽误人家12 也不能耽误人家7 也不能耽误人家9 都不耽误就是几啊 7 不耽误7 不耽误12 不耽误9 只能选7 你不能选9 9 不耽误12 当然他耽误7啊 你更不能选12 12呢 又耽误7 又耽误9 所以只有7 都不耽误 7 减去7 等于0 再看B B有几个紧后工作呢 看接点3 接点3 后边有两个见闻 那么也就是说 有两个紧后工作 一个是D 一个是E 也就意味着这个空 既不能耽误这个7 也不能耽误这个9 都不耽误 就是既不耽误7 又不耽误9 这个空填解啊 只能是解啊 7不耽误7 7不耽误9 所以填的是7 7-5等于几啊 等于2 那这就是我们倒子算的 最迟完成时间 是不是两句话 F G 1的等于21 其他的呢 找紧后 不耽误 然后我再问一问一步啊 第四步 什么时候开工啊 开工时期 啊 开工时期 我们刚才算了个俊工时期 开工时期是几啊 你看 A是0 B是2 那开工时期啊 就是0 你看 告诉你一个0 我能算出来一个21 告诉你个21 我能算出来一个0 就这么点事 这就是我们说的 六个实验参数里边 四个我们就算完了 后边还有什么呀 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总时差呢 像这个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刚才的第三个方法 就是有最词减最早 就能做出来 你看 A 最词减最早 就是0-0 或者7-7 显然等于减 等于0 等于0 同样 你看这个 C的12-7等于5 或者16-11也等于5 这叫总时差 这就叫总时差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我就不再一一做了 你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呀 如果这个是0的话 你看一下 总时差是0 自由时差也是0 这个是2 2-0 这个呢 7-7 这个呢 12-7等于5 这个等于1 16-15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2 这就总时差 刚才用上我们的结论 总时差等于0 自由时差也等于0 还有一个结论 以中间节点 为完成节点的工作 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不影响紧后的最早开始 就叫自由时差 你看我们举的例子 不就这样吗 你看1 2 3是你的 4 5 6是人家的 你不能影响人家第4天 你最多只能击中2天 不就这样吗 所以呢 就是不影响人家的最早 就是不影响人家的安排 就叫自由时差 那你想 你第11天就干完了 人家最早是15 你不能当人家15 不当人家15 还有几天的空 还有4天的空 就是11不耽误15 就是自由时差 你再马上就想到了 11不耽误16 就是总时差 11 16就是5 11不耽误15 就是自由时差 就是4 知道自由时差和总时差的这个概念了吗 就这样做是最好的做法 最好的做法 好 这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这样就弄完了 还有还剩一个 这个呢 这个怎么填 这个自由时差 不影响紧后的最早 这是5 紧后有两个 一个是D 一个是E D是7 E也是7 5不影响7 5不影响7 就是几 就是2 所以这两个都是2 为什么是2 你给我回答一下 为什么是2 为什么它俩都一样呢 就是因为它的最早时间是7 最时时间呢 是一个7一个9 5不影响7 5不影响这个9 就是总时差 都不影响 就是不影响7 你看 最早也是7 最时也是7 当然总时差和自由时差就相等了 所以这个 这个非常好的跟你说明了这一点 好 我们这个呢 就讲完了 这是6个实验参数 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结果 算完了之后呢 就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 就是先说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有两种表述 第一个呢 总时差最小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特殊的 当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 总时差等于零的 就是关键工作 所以A是关键工作 这个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个D 还有什么G是关键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什么叫关键线路 有关键工作形成的这个线路 就是啊 关键线路啊 这是我们在双代号里就这样表述的 好 这个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这个就算完了 因为我们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 我们最后还要统一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六十标 标注法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叫两个石标 我就不再算了哈 因为算的过程跟刚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个结果 结果 展示一下这个结果 只不过呢 他就算了几个数 算了这个两个数 算哪两个数呢 就算了这两个数 就是我依然带了六个空 他算的其实就是这个数 他应该 我们说完就这样表示的 就这样表示的 一定要注意 他是表示在工作上的 是工作的两个时间参数 你不要跟那个节点的混了 节点呢 是画在那个圈上的 这是画在那个线上的 这里有一道题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一道题 不讲这个东西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讲这道题 某工程双代号网络图 由图中已标出了各项工作的最早开始 也就是他应该给你一个图例 就这个就是最早开始 还有什么呀 最次开始 请计算各工作的总是他和自有是他 这个题呢 有两个思路来做 比如说我以一和二为例 你拿两个思路呢 可以把它补全六个时间参数 你看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次开始 最次完成 零减零等于零 上面是零 下面是零 很容易就给他写成六个 这不写出来六个了吗 你随便找一个都可以写成六个 你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你也可以给他写成六个 六加八 等于十四 八加八等于十六 八减六等于二 你这里也是二 因为是和中年纪年相连的工作吗 总时差和自有时差是相等的 这不也能写出来吗 这是一种做法 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比如说以二和四为例 怎么做这种题呢 用概念 什么是概念呢 就是不影响紧后工作的最早 就是自有时差 不影响紧后工作的最迟 就是总时差 你比如说以二四为例 这个工作呢 第四天开始 词与时间是二 什么时候完成 六完成 不影响紧后的最早 紧后的最早是几 这是紧后 这是紧后 一定要注意 就是四六是他的紧后工作 四五不是 五六是 他紧后的最早 一个六一个九 就这个六呢 不能耽误这个六 也不能耽误这个九 很显然就是六不能耽误几 六不能耽误六 你不耽误六就不耽误九 所以他的自由时差就出来了 这个自由时差就等于零 六不耽误六不是零吗 什么叫总时差呢 就这个六不影响这个八 这个六呢 同时也不影响这个九 既不影响八 又不影响九 那就是不影响八 你不影响八就不影响九 就都不影响 一定要注意 是都不影响 你看紧前什么呀 都完成 紧后呢 是啊 都不耽误 都不影响 都不影响呢 就一定是不影响八 六不影响八是几 所以总时差是几 总时差是二 你不和四四是不是 你自己算一算 是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你看看 所以这次用概念 做这个题是最好的 这个题是考过的一个原题 就是考过这道原题 就考过类似的题 就是知道工作的两个时间参数 让你求工作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最好的方法就这样做 不要去用别的方法 就是概念 再重复一遍 不影响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的机动时间 就是自由时差 不影响紧后工作的最迟开始的机动时间 就是总时差 然后接着往后看 就是节点的时间参数 节点的时间参数考什么呢 我们也不考大家计算 我也是给大家直接放出来 节点的时间参数啊 其实就是和我们的标号法是一个道理 标号法算的就是节点的最早 如果你倒是用标号法呢 就能接点就能得到最迟 就是这个数怎么算的 我们不要向大家汇 当然你也应该知道怎么算的 怎么算的 这个是零 零加七等于七 你要是有两条线的话 你要这个七加零等于七 零加五等于五 所以这里取的是七 取大值吗 也是那个加八取大值吗 是我们不要求大家汇 就是你可以不会算啊 我们要求大家汇什么呢 第一 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什么叫关键节点 看书上有 两句话 第一句话 当这个节点的最早时间和最迟时间相差比较小时 就叫关键节点 就是相差最小的 就是用后面这个数捡前面这个数 最小的话就是关键节点 特别的当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 这两个数如果相等就是关键节点 你看277 100 3775 1515 721 21 这几个节点就是关键节点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事呢 就是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 那我们先看关键线路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刚才做那个图 12357 依然是关键线路 那这个关键线路 你看一下有什么特点 在关键线路上 接连1是关键节点 接连2也是关键节点 接连3也是关键节点 接连5也是关键节点 接连7也是关键节点 这是由第一句话 就是关键线路上的点是关键节点 那你再看另一个线路 137 1是关键节点 3也是关键节点 7也是关键节点 但是这个线路 是关键线路吗 不是 不是 好 这句话呢 我们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 关键线路上的点是关键节点 但有关键节点形成的线路 不一定是关键线路 这句话说上有 你要把那个就是节点 那个后边有一个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怎么找 去找到这个内容 去看一看 这是第一句话 合起来是第一句话 我们再看第二个 那你看一下工作地 工作地是个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两端的节点 3和5都是一个关键节点 那你再看一下工作B 两端1是关键节点 3也是关键节点 但是B不是关键工作 B的试验参数还记得吧 就是052722 就是刚才这样学的嘛 刚才已经算过一遍了 所以呢 B不是个关键工作 这是第二句话 关键工作两端的点 是关键节点 两端是关键节点的工作 不一定是关键工作 这是第二句话 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会的 实际上你会的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 什么叫关键节点 第二句话 关键节点和关键线路 是什么关系 第三句话 关键工作和关键节点 是什么关系 这不就完了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 还有另外一个事 你会计算吗 如果我给你这么一个图 你能不能给我求B的 总实诈和自由实诈 会不会求 怎么求 这个你也得会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才能会这个呢 我们书上有一个做法 就是知道了这么一个图 它给你标了 节点的时间参数 它给你标了 节点的时间参数 让你求工作的 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就这个题 书上也给你了一个做法 这种题怎么去做呢 我们依然用概念去做 而不要用别的方法 它实际上也有两个方法 有哪两个方法呢 你比如说我以一和二为例 一和二为例呢 我就可以给你很快的写出来 这里是零 这里就是零 这里是六 一样哈 这个点是六 这个点是六 这就是六 这不是写上了吗 词语时间是四 零加四 六点四 二点零 还很快的能给你写出来什么呀 知道两个 我能给你很快的写到五个 就相当于知道了谁啊 就相当于知道了我们这个空里面的 这个数和这个数 刚才那个题 我们相当于知道了什么呀 这空和这空 不就是知道两个球另外四个吗 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依然是用不影响不影响 什么叫总时差 依然是不影响 什么叫自由时差 依然是用不影响 都是用我们舒坦的概念 那我们可以重新改造一下 结合这个题 什么叫总时差呢 是不影响仅后 接点的最迟时间 什么叫自由时差呢 是不影响仅后 接点的最早时间 就是我爸 我爸刚才那个 不影响工作的最早和最迟 改成了不影响 接点的最早和最迟 它依然是成立的 实际上这都是咱们书上的概念 就是从那个 呃 那个自由时差 隐身过来的 所以它没有什么高级的 你只要明白这一点 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 我以这个二五为例 你看二五这个工作 开始时间肯定是四 这是没什么疑问呢 持续时间是三 什么时候完成呢 七天完成 不影响仅后的最早 仅后这个接点 就这一个接点 也没有别的接点 不影响仅后的最早 就是思思 那就是说明 它的自由时差是几 是七 不影响仅后的最迟 也是思思 说明它的总时差 也是七 就完了 是不是呢 你看看 如果你要这样写一些的话 你也能写出来 这是四 这是十四 是吧 持续时间是三 这是七 这是四 这是三 这是七 这是十四 十减三等于十一 等于十一吧 你看十一减 四不等于七吗 当然这个数你怎么办 这个数你还得往后看 你很不往后看 是看不了的 你得写出这个来 这个数是几 这是十四 所以七不影响十四 还是七 你看就不如直接做来得快吧 所以直接做就行 就是依然是不影响仅后的最早 不影响仅后的最迟 我给你找一个考过的原题 这是当年考过的一个原题 就考试就给你画了这么一个图 就给你画了这么一个图 它让你求工作N的自由时差 和总时差分别是多少 怎么做呢 工作N开始十二 持续是四 完成是六 不影响仅后的最早就是一 所以自由时差就是一 不影响仅后的最迟就是总时差 总时差就是三 所以它答案呢 是一和三 当年是一个选择题来考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抓住概念就可以做 千万不要脱离着概念 也不要用我们书上那个做法 我们书上怎么做的 我也跟你说一下 这七一减二再减四 九减二再减四 七减二减四就是自由时差 九减二减四就是总时差 其实跟我做法完全一样 你看我是他加他到他 他加他到他 你减他再减他不一个道理吗 你看还是一个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比较符合教材里面讲的概念 我们尽量的不要用减法去做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这样给大家讲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接连的十年该如何去计算 那么对于接点来说 我们就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给大家也写上 也写上 就是不影响紧后接点的 最早时间的机动 就是自由时差 不影响紧后接点 最迟时间的机动 就是总时差 最迟的是总 最早的是自由时差 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接点的实验参数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看一下标号法 标号法呢 主要用来确定关键线路 和工期的一个方法 在我们的双代号里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这个题呢 偶尔会考 以前的话是每年都考 最近这几年呢 考的少了 因为这个题的实验并不难 它就是问你关键线路有几条 它让你答有几条 双代号的有几条 这个题呢 用什么方法呢 可以用标号法 其实标号法是什么呀 就是节点 的最早时间 它就是节点的最早时间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圈上 一个什么呀 一个是ET 是吧 一个是LT 一个最早 一个最次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最早时间 没什么特别的 它和我们那个球 接点的最早时间的方法 完全一样 只不过呢 我们前面没有讲 它就是加法 它取大值吗 累加过去 找到一条最长的路 那就这么一个思路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要标号法 就是我们去找那条路 假设七的节点 依然是零 就是我们写了三角号的话 依然是零 从一出发 一直走到七 一直走到几 走到八 找那个最长的路 怎么找 我们可以先 从一出发 可以到二 可以到三 可以到四 当然我们先看几 我们先看二 为什么不先看三 因为三还得经过二 因为它是两个箭头 这里两个箭头 二呢 只有一个箭头 所以它是唯一的 只能从一出发到二 需要多少天 需要四天 所以我可以唯一标上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就到了什么 到了三这个阶列 三这个阶列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有二到三 一个是有一到三 如果是有二到三的话 需要四天累积过来 如果是一到三的话 需要三天 显然应该是二到三 更慢一些 就是我们的关键线路 一到三的话 只有三天 实际上这个东西 和破圈法是一个一样的 就相当于一二三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关键 这是一个网络计划 就像这是一 过来之后 这是二 我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网络计划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这是三 这里有个徐建线 这个是四天 这个是三天 你就是看哪个是关键线路 你很有说吗 这是一条关键线路 是吧 这个是非关键线路 所以破圈法就把这个打个叉叉叉叉掉 因为这个大 这个小 或者说这里有个石标网络 要是非得加个波形线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有个波形线 是一天的 就相当于你这个人 如果从一到三的话 三天就到了 你可得等一天 人家另一个人得四天才到 你不得等一天吗 两个人才能见上面 就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就不再讲这个东西了 就不再跟你讲什么石标画法了 有什么破圈法了 你老老实的用标画法吧 你再破错了 也是有可能的 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么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再往下 接着往下走 就到了四节点 四节点可以有三下来 也可以有一下来 都可以 那如果是有三下来的话 是四天 有一下来的话 有一到四的话是五天 显然你这里得标一 是五天 一样就跟个圈一样 这是个大圈 就一二三四 一四 这是个大圈 中间这个就去掉了吗 这不是个大圈吗 你得破这个大圈 相当于这个意思 那你破的时候就把这个给拆了 就把这个虚件线给拆掉了 就是就跑到底下来了 相当于 接着往后看 就到了哪个节点了 就到了这个五 三五 不要三六 也不要三七 也没有三七 二六 或者是三五 或者是四七 应该是到了三五 三五呢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三过来 三过来是多少天呢 四加七等于多少 十一天 然后再去五六或者五七 先看五六吧 二六或者五六 二六九加四等于十三 五六呢 等于十一 显然是二六 等于多少 十三天 再看七 五七或者是四七 五七是十一 四七呢 是六加五 也是十一 所以这里标两个 五到七 或者是四到七 都是多少天 都是十一天 这不都是十一天吗 十一过来 六加五 也是十一 到最后一个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是六八 五八 或者是七八 六八 是十三加三等于十六 五八呢 是十一加十等于四五 七八呢 是十六 两个十六 六是十六 还有七也是十六 那么都是十六天 就完了 工期是十六天 关键线路有几条 到这一定要写一写 八这个圈 有两个 六这个圈 七这个圈 六这个圈上是二 二那个圈上是一 这就是一条线路 再后那个七这个圈上呢 又分了两个差 一个是四一个是五 那么四这个节点上是几啊 是一 是一吧 是一 那五这个节点上是几啊 是三 三那个节点上是几啊 十二 二那个节点上是几啊 是一 所以这个线路呢 一二六八 一四七八 一二三五七八 三条线路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条关键线路 好 这就是标号法 我们再看单代号网络计划的参数计算 单代号不是不重要啊 有的人就单代号就不学了 实际上单代号最应该学啊 你不学双代号都应该学单代号 为什么 因为双代号有的 单代号都有 双代号有的单代号不见得有 所以你应该学的是单代号 而不是学的双代号 不说考或者不考 因为它很多地方它是相通的 尤其给我们的石标 石标和单代号一模一样 就单代号怎么算 实标就怎么算 实标怎么算 单代号就怎么算 它没有本质的区别 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也没有必要从完整的从头学到尾 让浪费时间 甚至你都不需要学这个东西 那个圈上上面那个时间参数的表示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最迟开始 最迟完成 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那个我们书上应该是这样写的吧 你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学 它的计算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你管它呢 它的最早时间和我们双代号的最早时间是一个意思 它的最次时间和我们双代号的最次时间也是一个意思 它的总时差和自由时差也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多了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时间间隔 那么这里的话就会多了一个题 多了一个什么题呢 你知道了时间间隔 能不能求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这就是要汇的一个支点 好 那你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我们刚才已经用过了 还是三个工作 B是景天 C和D是景后 B第五天完成 C第八天开始 D第十天开始 所以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BC的间隔是3 BD的间隔是5 那第一个题就来了 我让你求 B的自由时差 你会不会做 B的自由时差等于几 这是第一个题 根据我们原来学的 不影响景后的最早 不影响景后的最早 就是自由时差 就是5不影响8 5也不影响10 既不影响8 又不影响10 那就是不影响8 5不影响8 自由时差就是几 就是3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B的自由时差 等于 BC的间隔 和这个BD的间隔 取小值 也就是3和5取小值 3和5取小值 不是也等于3吗 这是我们说话 有个表达试 你看看这个教堂 那个表达试就行了 就是工作的自由时差 等于这个工作 以紧后工作 间隔时间取小值 但是这是废话 肯定是取小值 你看一下 5不影响8 5不影响10 就是不影响8 5不影响8 就是3 你其实在8和10里 挑了一个8 这不已经取小值了吗 你用8.5和10.5取小值 不也是个事吗 好 这第一个题 第二题 如果我们已知 已知 C的总时差 是6 D的总时差 是3 又知道BC的间隔 和BD的间隔 让你求 第二个事 求总时差 等于几 这个要会 这是第二个题 怎么做 有两个做法 至少在这个题里 当然不止两个做法 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两个做法 我可以用我们原来刚刚学过的东西 就是学的那个双呆号里学的那个东西 我可以写一下C的时间参数 开始时间是8 10差是6 总时差是6 请问这个控制级 数字写的 最早开始 最迟 开始 这是控制级 14天 14-8等于6 再看一下第一个时间参数 我也可以写一下 这个是10 这个是多少 3 中间这个控填几 填13 13-10等于3 我马上就可以用概念来做了 不影响紧后的最词 不影响紧后的最词 就是5 不影响14 也不影响13 既不影响14 也不影响13 就是不影响13 5不影响13 这几 就是8 所以它的总时差 就等于8 这不就用原来的知识 就对了吗 当然 我们这个单代号里 还有个新知识 那么它上写的 怎么来求B的总值差呢 是用BC的间隔 加上C的总值差 和BD的间隔 加上D的总值差 和取小值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最小值 谁的最小值呢 BC的间隔 BC的间隔是几下 是3 加上C的总值差是6 和这个 我们的这个BD的间隔是5 加上D的总值差是3 取小值 你看一个是9 一个是8 显然还是等于8 我们书上有这个表达式 我们要汇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单代号 应该汇的一点内容 就汇这么多就可以了 单代号的计算 如果你完整的算的话 你应该知道 它大概的思路是这样的 它的先算最早时间 和我们双单 双单号呢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算完最早时间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算什么呀 间隔时间 因为最早到最早嘛 间隔时间 你看 5到8 有了间隔时间 马上就可以求什么呀 时差 你看这不就可以求时差了吗 你看 就这样来的 就可以求总时差 有了总时差 有了最早时间 有了总时差 就可以求最次时间 这就是我们单代号的思路 双代号是什么思路 先计算最早 再计算最次 再计算时差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概念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点 剩余的都一样 看一个题 某工程网络计划中 工作A的最早开始时间 为第11天 词语时间为5 工作A有三个紧乎工作 BCD 它们的最早开始时间 分别是第22 第20和第23天 最时开始时间 分别是第23 第24 第28天 那么工作A的总时差 和自由差 分别是多少 画个图 这是工作A 工作A有三个紧乎工作 B C 和 D 三个紧乎工作 把信息写进去 A的最早开始是11 是11 词语是5 完成就是16 那么又知道 BCD的开始分别是22 20 和23 最时完成分别是23 24 和28 它让你求工作A的总时差 和自由时差 分别是多少 怎么做 第一点 我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我画的是一个单代号 强调一下 这是单代号 不是双代号 我只不过是用了我们常用的一种时间参数的表达方式而已 时间参数的表达方式跟号无关 就我为什么不那样画呢 有的人说 我这样画不行吗 上面这样写 行也行 你愿意那样画也行 这样画不更省事吗 况且你还很熟 时间参数的位置还很熟 就是第一 第二事就可以直接做了 用什么做 可以用概念做 什么叫概念做呢 不影响紧后的最早 就是16 不影响最早 不影响22 不影响20 不影响23 那就是不影响几 就是不影响20 16 不影响20 就是都不影响 不影响20 就是自由时差 就是4 什么叫总时差 16 不影响紧后的最词 就是不影响23 不影响24 不影响28 都不影响 就是不影响23 16 不影响23 就是7 27 26 12 是7 这不就可以这样做吗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求什么呀 求间隔 16 22 间隔是6 16 20 间隔是4 16 23 间隔是7 然后求BCD的总时差 23 减22 等于1 24 减20 等于4 28 减23 等于5 知道怎么做了吗 它的自由时差 A的自由时差 等于间隔取巧值 间隔取巧值 一个是6 一个是4 一个是7 所以间隔取巧值就等于4 所以这不就等于4吗 第二个 我们还可以求总时差 总时差 等于什么呀 等于间隔6 加1 6 加1 和4 加4 这个4 加这个4 和7 加5 取巧值 这是7 这是8 这是12 显然等于几 等于7 所以等于7 这不就是我们学单代号学来的吗 单代号为什么要会就在这个地方 不能不学 没有什么难和不难的问题 同样我也给你把这个写上 本工作的自由时差 等于本工作与紧后工作间隔取巧值 本工作的总时差 等于本工作与紧后工作的这个间隔 加上紧后工作总时差和取巧值 就完了 好 这一部分就讲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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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